非常感谢大家周二还有这么多人来听网课 最近的市场变化比较快 所以说呢很多人猝不及防 但是基本上都有一个预期了 尤其是之前疫情刚来的时候啊 大家肯定条件反射啊 基本上股市是跌的 石油是跌的 黄金呢是涨的 差不多这个板块类的话 中国方面和香港方面的股市 各板块跌幅都比较大 那么澳洲来讲的话相对较为稳定一些 因为澳洲隔离疫情的这个能力比较强 像现在政府已经是禁止留学生返澳 直接是禁飞了很多飞机 然后飞PR Citizen 飞直系亲属 不让重新进入澳洲等等这些举措 那么我们今天的网课内容呢 还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呢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偏宏观的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还是技术分析和图形 那么在金融投资方面的话 咱们普通人或者是咱们在初期的时候呢 做交易就是看图形 基本上都是看图形出来的 很少有人呢去关注新闻 所以关注新闻呢 一般属于交易的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初级选手 那么大家就是看一下图形 哎感觉跌的差不多了 我是不是可以进去买一点涨 然后涨了太多了我想做空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心理 所以呢在很多交易的时候呢 很容易就被套 被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趋势形成的时候呢 我们是逆趋势而为 就比方说在日线这个图啊 这个就是美国的股票指数 那么在日线级别上 它基本上长期是上涨的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轻易做空了 并且呢不设止损 基本上呢最后损失都非常惨 那么扛到最后的话 扛单最后的结果 除了很少的产品 比方说新西兰啊 这个澳大利亚的澳元对纽币 可以扛一扛 那么其他的产品 基本上都是趋势交易 更容易赚钱 那么八成的交易者或者投资者呢 最终赚大钱了 包括咱买房也是一样的 天天炒来炒去赚钱的概率 其实不多的 那么主要还是在长期 如果我们看对了一个方向 或判断对了一个趋势啊 大家可以拿着 那么像之前China50指数 这个产品呢 就比较的简单啊 我们最早的话 是我记得有一天周一啊 是推荐大家买涨 那个时候的买涨的价格 止损是设在这个红线的位置 我把这些都删掉 是设在了14500啊 大家如果是GoMax的客户的话 应该是能够收到那条短线 因为那天短线是我发的 非常不幸 发完之后呢 没涨几分钟 然后呢就跌破了 那么止损价格 为什么设在14500 虽然我们失败了啊 但是失败呢 我们要讲一下失败的逻辑和啊 在失败的情况下 怎么去降低风险 或者是保住我们的本金 因为做交易跟做生意不太一样 做生意呢可能我们很长时间只做一单 那么基本上赔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那么不成功的就是谈成生意之前的这个时间成本是比较长的 做交易是相反的 就是说在我们决定下单之前的成本是很低的 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随刻都可以做交易 手指头只要一点只要有网 只要账户里有钱就能做交易 但是呢做交易之后 这个概率呢是不确定的 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设一个止损 那么在这个图形上面的话很明显 有一根斜向上的红色的曲线啊 直线 这条直线是我画出来的 呃线段吧算是 射线啊 那么他正好是打在了1月15号的这个位置 那么当时呢是一个从12月初一直到1月中旬 China50中国方面的指数呢 一直处于一个快速上涨通道 那么那时候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是在复苏 那么中国政府也希望股市能够带动中国的经济增长 所以说呢 由原来的横盘整理 变为斜向上的一个15度角 或者说是30度角啊 大概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 但是呢 这个通道很明显有底部 那么底部直接打过去呢 拉到右边的价格就是14500 所以呢在任何我们做短线的话 或者是做一个呃一两周 一个趋势的话 那么止损就是这么设出来的 那么这个持有的时间是多长呢 从11月29号开始 最低点是13500点 那么我在这里画出来 啊太黄了 我瞄的多一点 在这里是最低点 那么正好是打到了这个黑色的两条线 就是我们常常用的这个维加斯通道 然后呢上涨 上涨之后呢 一直是涨到了差不多15号 也就是说涨了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 所以呢一旦这种趋势形成呢 我们就叫一个中期的趋势 趋势呃被打破了 原因也很简单 大家知道 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 这个上升的趋势就已经被打打破了 那么我们止损离场之后 然后呢疫情来了 在打破上涨通道之后的1234天 第4天A50才开始出现一个暴跌 所以呢在新的通道啊 没有形成之前啊 如果是单纯是技术上的一个判断来讲的话 那么A50在此之前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我们也可以给他画出来 其实最简单的交易就是先从画画开始 这个呢就是在这一天快速下跌的时候 现在应该有声音和视频了吗 有人好像看不到声音和视频 应该是没问题的了 如果是还听不到的话 可能需要重启一下 就是在这一天 我拿笔画一下这个颜色 可能看得清楚一点 下跌了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啊 这是一个快速下跌 这种快速下跌 并且大幅下跌的一个行情呢 就预示着 它肯定是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 尤其是在股票上面股票指数 并且呢以美国和中国香港为主 那么澳洲呢很少出现这种情况 澳洲因为晚上可以交易指数 所以呢基本上第二天 如果是澳洲股市没开盘 但是一开盘往往就是跳空的 所以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只有在中国和香港 或者是美国的时候啊 因为是24小时 或者说是受海外 像中国大陆受海外消息影响 不是那么灵敏的时候啊 才会出现这种 在交易期间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况 那么是重大的消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很简单判断这个消息 两点 一个呢是时间 之前都交给大家 时间 就是说这个消息 持续的时间到底是一天 还是一个星期 还是像现在我们的疫情 我们都知道 二月份都不一定能结束 就要持续好几个月 那么第二点呢 是空间 这两个概念呢 是我们做金融方面的任何 只要有价格波动 就必须要考虑的 因为价格波动的两个坐标 一个就是时间的坐标 一个就是空间的坐标 对吧 那他就是向下的一个空间 大概能有多少 那么但凡有疫情 这种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发生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人 马上就类比到当年的SARS 03年的情况 那么当时呢 中国的GDP下降多少 股市下跌多少 我们做一个类比 之后呢 就会发现 那么对中国的一个经济产业来讲 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从14,500点 我们止损离场之后呢 那么最低呢 是跌破了13,000点 是跌到了12,500点 从14,500点 跌到了12,500点 下跌幅度2000点 那么这个幅度 还是非常多的 所以呢 正常在这么动大的疫情 出现之后啊 经济上反映的这个指数上的价格 或者是股票的价格 肯定至少有一个跌停板 这个我相信 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啊 恐慌情况下 一个跌停板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呢 在整个China50交易中 我们知道这一波下跌呢 至少有10%左右的一个利润 是我们能够拿到的 那么这很简单了 那么在这几天的话 我们很明显看出来 China50呢 一直在想反弹 想反弹 但是一直没反过上去 那么今天的话 反弹的幅度是强有力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在白天 没有时间看盘 或者是错过了澳洲股市的交易 或者错过了中国股市的交易 那么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反过来看一下 其他相关的产品 包括美国方面的 包括这个欧洲方面和石油 甚至可以做空黄金 大家看到我这里呢 是2月3号做空的这个黄金 2月3号就是昨天嘛 昨天 其实呢 买涨黄金和做空 做涨 sorry 说反了啊 做空黄金 做空黄金呢 是和买涨指数 是一个道理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框框起来 啊 那么在我们交易的时候呢 我们告诉自己要做一个投资组合 要以组合的形式出现 因为买单一产品 我们都知道啊 跟去超市买桃似的 我喜欢买好几种桃 一般超市都有三三到四种桃 什么黄桃 白桃 油桃 还有这个啊 以前中国还有扁桃 还有是什么其他的桃 那我买三四种之后呢 我一次我就知道哪种甜 哪种不甜 哪种好吃 不好吃了 他会有一个对比和类比 那如果我们所有的资金都压在一个产品上 他其实风险是比较集中的 那么组合有个好处的话 就是啊 我们不要盲目的去买所有的东西啊 都是一个方向的 比方说我买涨澳元 然后买涨澳元呢 其实我们就是看好的经济复苏 因为疫情下跌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澳元的走势和中国的股票指数的走势 是非常相似的啊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如果是有问题啊 随时问出来 还是没有声音 马女士 我打字给马女士看一下 因为有一位我们比较年长的客户呢 没有听到声音 大家如果是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问出来 我们最近做交易的话 其实呢 整体上来讲啊 除了昨天晚上这个石油下跌的速度比较快 超出意料之外呢 其他基本都是在预期以内的 所以说如果是最近 大家如果没赚到钱 或者赚的少 甚至亏钱了 那我们就要写个总结报告了 大家都有声音 好吧 那明天我和马女士打声招呼 因为他年纪比较大啊 是我们基本上比较年长的客户 呃 现在呢 我们给年长客户的建议呢 就是做一些比较稳健的 以指数投资为主 呃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就是不要用那么高的杠杆啊 大家比方说一万块钱 我买一万块钱的指数 或者买两万块钱指数 就非常安全 然后 这个呢就是澳元 澳元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做啊 澳元对人民币的价格 已经是跌破了四块七 跌得非常惨 好了 这个图呢 已经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呃 左边的话 其实呢 是12月23号啊 最左边的这个 从左边这个点设出来 几条曲线 那么23号24号呢 是圣诞节啊 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那么到了1月份 我们发现呢 出现了这个分水岭 1月份是在这个位置 12月31号 啊 12月31号 然后呢 到了1月2号 我们会发现啊 这个黄金呢 是绿色啊 绿颜色的这根线 是黄金 就在最上面 所以呢 从这个12月底 1月初呢 黄金开始上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是有问题的 因为当时呢 是中东地区 又出现了 这个伊拉克被炸事件啊 所以说石油也大幅上涨 我们看 当时我们说这个紫色是石油 啊 就是紫色的是石油 是石油涨幅更快 对吧 那么跌幅也是更快 所以说呢 石油是主要因素 因为中东主要是 跟石油更有关系的 这个相关性更高嘛 那么黄金呢 是滞后的 所以呢 当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石油跌下来的时候 啊 在1月8号 石油已经开始快速下跌了 但是黄金还没有反应过来 还没有跌 那个时候黄金的价格呢 还在非常高的位置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了 黄金肯定是要跟着回调了 结果呢 一路下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在1月中旬吧 1月10号左右 好了 中国出现疫情的报告了 差不多就是在 应该就是在这个位置左右 开始逐渐出现疫情报告 然后呢 橙色部分呢 是澳洲200指数 然后K线图呢 是澳元 澳元这个图啊 不太清楚好像 那么澳元呢 我给大家画一条横线好了 澳元啊 我们画出来这条横线 就是在疫情发生 比方说16号啊 其实在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但是呢 从官媒上报出来 大家产生恐慌呢 应该是在1月中旬 差不多 那么这个时候呢 澳元开始下跌 我们看到它的下跌幅度 从疫情发生之后 曝光出来的这个官媒 曝光出来之后呢 下跌了差不多是3% 到目前呢 是跌幅又回来了一点 2.6% 然后呢 石油的一个受到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呢 是下跌了17% 然后呢 我们看黄金的价格呢 是没跌 然后呢 轻微上涨 从涨5%到涨7% 现在又回调了 涨6% 所以呢 黄金大概是在疫情 这段恐慌 密集期啊 涨了2%左右 然后呢 澳洲的股票指数呢 是先上涨啊 一直涨到1月22号 因为在1月22号之前呢 可能澳洲人认为 这个疫情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在此之后呢 发现在海外有传播案例了 有人感染了 所以说呢 也开始下跌 那么到现在呢 基本上是轻微下跌 1%到2%左右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最近澳洲管制的很严格啊 所以说澳洲股指回来速度非常快 那么整个情况就是这样啊 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分析 基本上呢 我们都能通过市面上的一些消息 判断出来产品价格的一个走势 并且呢 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幅图呢 就是说我们在做杠杆类交易的时候呢 我们要分清楚一个产品最多能下跌和上涨多少 那么倒推回来 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用多少倍的一个杠杆 如果在石油上做交易 我们买涨 如果我们用了20倍的杠杆 那最后就死得非常惨 因为他随便几天下跌幅度就接近20% 20%意味着如果我们用5倍的杠杆做 我们到昨天晚上就爆仓了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杠杆比例 那么石油多少倍的杠杆比较合适呢 在目前的价位基本上是2到3倍 或者3倍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价格上呢 石油再下跌50%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2倍杠杆 那么如果下跌30%概率很低 我们就用3倍的杠杆 比方说1万块 我们就买3万块的石油 那么从最低点18%的跌幅上涨到 现在16%的跌幅 我们上涨2% 其实呢 我们是赚了2%乘以2 或者乘以4赚了6% 那么这个呢 就是杠杆的一个作用 和如何控制它的一个风险 如果我们是买涨了原油 那很明显 大家就知道了 应该做空的是澳元 或者是买涨黄金 因为做一个反向的对冲 因为这幅图很明显的就告诉了我们 尤其是上面 我把这些都删掉 我把石油删掉之后 大家会发现非常容易就看出来了 那么最上边呢 有两条斜线啊 跟这个外八字似的 匹了个岔 那么绿色的和橙色的 一个是黄金价格 一个是澳洲200指数价格 我们大家看到非常非常明显啊 从左边这个12月开始 一直到今天 两者是相反的 大家有看到吗 啊出去就不要看澳元了啊 那么就看绿色和橙色的两者的走势 基本上是完全相反 完全能够对称出来 只不过有的时候呢 某一个涨的快一点 有的跌的快一点 但基本上是一个对称的走势 所以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黄金本身呢 对我们的澳洲的股票啊 是有确实是有一定非常客观的对冲的作用 那么之后我们在自己的股票组合里面 做调整的时候 也应该知道怎么去做一个权衡 但是呢 股票和黄金价格 我们之前也说过了 股票价格走势会比黄金走得快一点 像最近SBM一直没涨 那还有这个NCM黄金价格也没涨 反而跌了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黄金价格啊 是一直在下跌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黄金的价格 是不是这几天啊 跟这个这个澳洲的股票 SBM NCM这些是走势是类似的 并且是跟随这些股票走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是日线 我给他变成啊 这个就我们就看日线好吧 因为股票都是基本上都是日线 那么他呢 黄金是下跌了两天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股票是跌了多少天 好 股票跌的比这个黄金要快 有人问澳元是否已经见底 澳洲澳元现在的话 政府不太敢让他跌 就是澳洲央行 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啊 跌的太惨了 那就相当于是卖国贼 为什么这么讲呢 很简单 以前大家拿人民币来买房子多贵啊 对吧 那个时候有的人是八块钱换的 八一比八换的 有的人是一比六换的 有的人是一比五换的 五点五 五点五是比较多的 因为我就是那个时候换的 可能我感觉比较多啊 有的人是一比四点九 四点八换的 那么现在跌到四点六几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大家同样的一套房子 当时呢 我们是一比八 更新一比九啊 假设我们现在才一比四点几 那基本上是之前的一半的成本 就能够买下来了 对吧 所以说呢 当时大家如果是比方说十年前 卖了上海的房子 来澳洲买房子 当时那个汇率跟现在的上海的房子卖掉 然后按照现在的汇率来买 那澳洲的房子和澳洲的资产 澳洲股票价格简直就是白菜价 所以呢 政府是和央行啊 是不会允许一个国家的汇率 货币汇率低的太离谱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就相应是把自己国家的这些资产 拱手让的给海外投资者了 那么在澳洲目前的一个经济情况下的话 这样做的法就是无异于杀鸡取卵 所以他希望能够进行一定互盘 那么今天澳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 也基本上能看出来 包括这个澳元对扭并一直是在这个低点徘徊啊 今天一口气涨到了1.039 但是没有破1.04 如果在1.032附近的话 很多人都知道差不多该买买一些了 或者买的多一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适当的能多赚一点 然后我们还是回过来看这个黄金的一个 价格 我随便拿出来一个NCM好了 我们刚刚看的是日线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验证一下到底是不是 NCM是不是股票的价格走的会比这个黄金期货价格要快 其实我们会发现啊 从这个NCM是澳洲龙头黄金股 基本上在去年的8月份 9月份是一直在高位之后呢 就一直往下跌 对吧 就非常奇怪啊 黄金价格期货价格一直在涨 但是他呢已经跌破了这个均线 均线已经是掉头往下了 那么我再放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在这是多少号 在1月28号 那么NCM是创了近期这个新高之后呢 开始下跌 然后连续下跌 1 2 3 4 5 加上今天已经跌了5天 从32块6一直下跌到29块 跌幅渐渐10% 对吧 跌了5天 但是我们看黄金的期货价格呢 对吧 才跌两天 所以说呢 果断做空了 因为我们在概率统计学上来讲的话 我们认为呢 黄金 股票价格的走势呢 会在期货价格的前面 非常奇怪啊 但是我们是做数学出身的 我们相信统计学 那么今天呢 也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出报告 会相对准确度较高一点 从概率上来讲 是因为我们看的东西 和其他公司的这个人啊 或者团队看的不太一样 基本上我们都是看论文出身的 天天都要看论文 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这个论文情况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多问一问 因为今天呢 也是周二 也没什么太多的事情 然后大家又被 又宅在家里啊 不能外出 所以呢 可以多交流 我现在找一下 这个几个不错的一个论文 给大家看一下 英镑怎么样 好问题 英镑一直不太敢碰啊 除了去年从1.20上来的那段时间呢 其他时间我们大概都是 看涨 但是呢 现在的一个走势 趋于震荡整理 因为利好利空 基本上都消化了 那么这个论文呢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研究石油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波动 石油的 那么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最近啊 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可以多读读论文啊 读这些东西才能真正的进步 因为论文是精华 论文呢 是一个团队啊 或者是一个小组 加上一导师的一个精华 它是大学 或者是我们看研究生硕士论文的时候呢 它是集合了两三年的一个 研究成果的一个精华 或者是学习能力的一个精华的所有 那么如果是我们能把它联系到 这个金融产品上 我们就会受益功倍 对吧 受益非常大 那么我们能够从这些论文里面知道了石油跟哪些的产品价格相关 那么它的供需的一个走势跟石油价格的一个关系等等 那么这些呢 如果我们大概了解之后 我们去研究一下 增长倍数标准差啊 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如果看不懂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需要了解了什么呢 就是了解它建立模型的一个 逻辑 那么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选取一个数据做一个测试 那么测试呢 它会有一些基本统计学原理 如果大家觉得很枯燥 也没问题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看到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是这里 就是预测价格和实际价格 也就是说它通过模型呢 做出来这样的一个预测价格和实际价格 我们再看它有没有图 然后再做一个图出来 好了 就比方说是这个位置 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它的检验性假设 检验一下它的这个成功概率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有空啊 可以多看看这些东西 那我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好了 就是这个黄金价格的预测 那么就是我们自己做的 那么就是 很明显我们最后有一个图 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一个模拟价格 和这个真实值的一个预测 好了 大家看到了很简单啊 这个真实的呢 就是橙色的 然后预测值呢 就是蓝色的 我们会发现呢 两者总是有相相交叉的 所以在国际机构里面啊 套利是怎么进行的呢 他就是用自己的模型啊 做出来一个预测值 然后根据真实值 二者呢 做差价 然后呢 这个差价最终的一个均值啊 是等于零的 对吧 如果我认为我的模型 没错 那么如果现在差价呢 是十啊 差了十块钱美金 黄金价格 那我就一个买涨 一个买空啊 跟这个两油 我之前交给大家 做简单的两油套利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在真实和预测值之间 也做一个套利 那么如果二者相交了 那么我们其实呢 就是刚刚说的差了十块钱 那么这十块钱 就是我们最终的利润 因为只要二者相交 那么相交的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利润 那风险是在哪里呢 风险是在这个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 任何的投行 做任何投资 其实都是有风险的 哎呀 这个笔太难用了 换一个黄色的啊 在这里 我们会发现啊 预测的这个蓝色的价格走势呢 是大幅上涨啊 最高冲到了两千块 并且反应很快 在一一年的初期就上涨了 但是呢 真实的事情呢 其实是滞后了很多 对吧 有滞后的一个反应 并且呢 最高也就到一千八百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产生了一个误差 因为误差呢 原来假设我们认为呢 二者的差值可能是十块钱 那么到现在已经差了一百块钱了 或者两百块钱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本金就会产生 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所以说呢 作为一个预测值之后呢 我们能够做的呢 就是大概在翻线上 或者是反应速度上 要比其他人快 比方说这个蓝色的预测值啊 黄金价格告诉我们能涨到两千 并且呢 从一年就已经开始上涨了 但是呢 实际情况是从一二年才开始上涨 并且最高就涨到一千八 但是我们已经提前做出了预测和反应 至少我们在大方向上 不会说比别人差 那么这个呢 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它的这个逻辑啊 虽然大家我相信 不一定能感兴趣 或听得懂啊 首先呢 我们大概有 比方说几万条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就是在过去 比方说二十年三十年 每天的一个日线的一个结算的价格 那把这个日线的价格呢 做一个数据处理啊 比方说现在比较流行的 it类的叫python 统计学类的SPS S MATLAB这些软件 那么我选的指这个参数是哪些呢 我们从概念上来讲 黄金大家想一下 黄金和什么有关系 黄金和美元指数有关系 对吧 美国人不希望黄金价格上涨 那么美元指数越强 黄金的相对就要较弱 所以说呢 和美元指数肯定是有关系的 另外呢 和美国的道雄斯工业指数 就是美国的股票市场有关系 对吧 那么还和谁呢 和布伦特元油有关系 还和白银有关系 那么这个呢 我们模型比较简单 我们就选取四个参数 对吧 我们把白银 布伦特元油 美元 还有美国的道雄斯指数 放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对他们的过去的历史数据 做一个处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对他进行处理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出来 就是一个预测的估计值 这个估计值呢 就是对黄金的一个价格预测 最右边呢 是predict 就是预测的 858.829 852.23 3415 866.01 就是在右下角的那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呢 是预测值 然后左边 再左边呢 这个88 878.6 873 890 882 860 那么这个呢 是当天的一个实际的黄金价格 所以呢 我们做一个对比会发现 哎 其实他们的相关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么878和858 差的就是20块钱 873和852呢 差的是19块钱 890和866呢 差的是24块钱 对吧 所以说呢 这样的一个区间呢 我们就大概知道了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模型呢 是比较有效的 在这么多数据里面 那么最左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时间啊 是2008年12月19 2008年12月30 2008年12月31 所以说呢 每一天的数据 我们都给列出来之后呢 大概是几万条数据啊 比方说我们想从98年开始 也可以没问题的 但是呢 我们选这些数据的前提啊 是在经济危机之后啊 一个复苏的阶段 因为大环境改变了 我们的模型参数 肯定是需要发生改变的 对吧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逻辑 所以给大家简单的 就是介绍一下 就是说在机构 大型机构和投行里面 我们真正做数学 做统计的人 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 一个工作 为什么去判断机构预测呢 那始终是要更准一些 并且呢 能够在市场发行突变之前 马上做出反应 那么像昨天晚上啊 就没有整明白 为什么石油跌了那么惨 害得我亏了很多钱啊 可能一天晚上亏的呢 就是一年的工资就没了 这个都很正常 那么对于大家来讲的话 我们做投资的话 第一点呢 就是封控 封控最核心的要素呢 就是我亏了这么多钱 我没有那么不开心 因为如果我们大家 就是说亏钱了 影响到生活 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了 那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亏损 比方说一千块也好 一万块也好 十万块也好 超出了我们能够承受的单比亏损之外 我们就要把我们的亏损降低 或者把我们的风险降低 非常好理解 还有呢 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一开始 包括我认识的很多这个同行业的人 他们总说呢 这个做投资非常难啊 然后上来亏钱 这都很正常 那么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交学费 高中时候也要交学费 那么高中初中小学都交学费 交的很少 可能几百块几千块就行了 买个书本钱 买个校服钱 那么私校可能贵一点 三万两万一万都有 那么到了大学和研究生 每学期可能都要两三万啊 一两万 那么时间长的话 如果我们需要研究生毕业 那么在大学和研究生付出的学费成本 可能就要高达二三十万澳币 或者是美金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在市场上啊 亏的钱少于这个数 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因为我们连大学本科研究生都没有毕业 对吧 研究生学费都要花二三十万 但是我们在市场上很难亏二三十万 只要我们是一个正常的 或者说是有自空力的一个人 所以呢 只要我们在这个市场上能够通过最小成本的学习 然后实现自己不停的进阶 从一个初级 我只看图表 然后通过感觉来判断 通过心情来做交易 通过有没有时间来下单 变成我可以看新闻第二个阶段 看新闻 看这个每天的消息 然后呢 判断大概这个消息影响的时间和空间 以及上涨和下跌的一个概率 再到呢 我通过合理的一个资金管理 还有产品的一个相关性 就像之前我教给大家的 最早在Tradingville的那个图表上 看到就是在这里 我通过一个组合 投资组合 不停的不同的股票 不同的金融产品 外汇期货 那么我做一个风险较低的一个组合出来 这样的话 不管市场上涨和下跌 我始终是有一部分在获利的 并且亏损那部分呢 是风险比较低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说第四阶段 我们要毕业了 那么毕业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多去看看这些论文 看看这些统计上 概率上的一些东西 看看我们学的这些 未来人会学的 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学 比较吃力的一些神经学啊 还有AI 还有EA 自动交易系统等等 这些我们去衍生一下 去研究一下 对我们只会有好处 不会有坏处的 现在的话 大家如果是亏钱啊 我除了看这种心理辅导书 很多人以前 这个我以前很早以前的同事 就总觉得 跟大家打电话 或者是交流的时候呢 聊的不是行情 聊的是心 就是说 像我朋友也有做交易员的 那平时就一个人在澳洲 本来就闲 然后一个人住一个大房子 连个说话的都没有 然后对着满满 一个一个几个 差不多六个吧 六个显示器 然后呢 每天就这样自己对着屏幕 他可能需要别人帮他的 只是闲聊啊 然后亏钱啊 大家哄一哄 然后赚钱了 陪你开心开心 其实这样是非常触及的 这种感觉就是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欲望 就是说我们在释放自己内心的贪婪和恐惧也好 这些都是非常原始的欲望 当我们如果能够通过合理的 从第一步进化到第三步和第四步的时候 通过相关性产品的关联 对市场消息的一个敏锐的把控判断 然后进而呢 通过统计学来计算概率 这样的话 我们的投机也好 投资也好 它真正才能变成一个科学的东西 所以说才会不停的去进步 今天我们处理了啊 四组数据 对吧 四个参数 像我刚刚说的白银 石油 美元指数和道琼斯 那么明天呢 我可以加进去香港指数 我可以加进去人民币 我可以加进去更多的参数 去判断哪个参数更重要 然后把不重要的参数给踢掉 这样的话 我的模型会与时俱进 不断的更新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目标 因为现在呢 我们大家基本都是用自己的钱 并且资金也是在自己能够掌控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啊 或者我们有小孩子了 要去教育他 那我们现在能做的是 告诉他发生疫情了 什么东西要涨了啊 像医药行业要涨了啊 黄金要涨了 什么要跌了 石油肯定要跌了 航空公司要跌了啊 赌场要跌了 因为没有人去玩了 那么这些呢 是我们通过common think 就是基础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孩子的大脑啊 是分左脑右脑 我们也是一样 那如果我们只是在感性的那一部分 付出了太多 他不停的去进步增加 但是数学逻辑的这部分理性的判断呢 却没有跟上进度 那这个时候呢 就容易产生误判 就像昨天晚上啊 就产生了误判 然后呢 亏了那么多钱 所以呢 在市场面前呢 我们一直要进步啊 这个是大家需要去注意的 石油可以买涨了吗 有钱就可以买啊 石油这个价格 基本上的话 不会完全筑底 但是呢 下方空间有限 现在石油的价格呢 还是比较稳定的 就是说 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 澳洲200指数开始上涨之后啊 那么石油价格也会被跟着拉升 所以呢 这种问题啊 其实我们就要去追溯源头嘛 现在的话 主要的源头不是石油啊 因为白天的石油 石油价格除非是被又被炸了 所以它不是一个主导因素 主导因素就是中国的股市 今天中国股市走的那么好 所以说呢 石油肯定会被拉升一波 对吧 那么还是那个问题 问石油现在可不可以买涨 其实就是在问澳洲股市可不可以涨 中国股市可不可以涨 美国股市可不可以涨 如果OK 这三天或这两天 全球的股市呢 都要开始回涨 那OK 石油肯定是要涨的 然后呢 A50的最低点 是不是12500点 那我们就看了 看这次疫情 到底对中国的经济影响是超过了15%到20 那么如果是超过了这个数字之后 你的预期是在哪里 目前的一个预期呢 就是第一季度 基本上中国GDP是报销的状态 就是增长 基本上是零 所以说股市做出了反应 就是下跌了20% 也就是中国的整个全全民的GDP 或者消费能力 或者是财富 蒸发了百分十几 那么如果是股市再往下跌 百分十或者二十 那居民财富再增加百分十 再蒸发百分之十 所以呢 我们要找到那个根本原因 到底是谁引发的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释出有因果吗 有果必有因 所以我们找到那个原因吗 找到原因之后 我们就去判断这个原因 就很简单了 澳纽之后看到多高 澳纽呢 本身目前没有开始大幅上涨 因为澳洲呢 现在非常尴尬 就是说降息 澳洲澳元开始跌 澳联储不希望看到 不降息 经济复苏比较慢 澳联储也不希望看到 所以说呢 澳洲目前只能等 等谁呢 等中国 等中国在第一季度报销之后 第二季度开始恢复产能的时候 中国政府会继续放水 这个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问题 因为中国目前之所以政治比较稳定 或者是万众一心 是因为经济没有发生崩溃 任何国家只要经济出现问题了 基本上很难啊 因为现在是由中国有很多老话 叫同甘共苦嘛 就是同甘容易共苦比较难 还有一个就是从减入涉难 而易从涉入减难 其实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本来啊 以前的老板每年能赚个几十万上百万 那么现在呢 从今年发生疫情 然后厂工厂违约了 订单交割不了 要赔违约金 之后呢 要重新再找新的客户 那么大家呢 对中国这个疫情呢 有后顾之忧 所以说呢 不愿意短期内 不会愿意去进口中国的东西 那么这个时间可能就要延长六个月 那么在这六个月的时候 这些老板呢 中小企业家啊 就不停的要自己掏腰包 去支付这些工资 对吧 甚至可能破产倒闭 那么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就需要政府必须拿出解救措施 解救措施最容易做的 就是放水印钱 那么前段时间印了1.2万亿嘛 那么继续印 在08年无非也就是搞了4万亿 那么现在已经出了1.2万亿 之后呢 随便再印个搞个几万亿 都很正常的 所以说水一旦流出来之后呢 市场肯定是会得到很快的一个提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存钱 那就是相对是帮 把自己的钱送给别人了 所以呢 澳洲就在等这个时间 因为澳洲 我相信澳洲澳联储之所以今天讲话 说是我在观察 那么其实观察就是中国方面的政策上的一些红利 好了 那么我们再重新从这个 最前面给大家过一遍 就是在今天的内容呢 其实我们我还是想给大家看一些 我们这个推荐股票和一些交易的逻辑啊 就是说大家要总结善于归纳总结 我找一下 在11月24号 很多人参加过我们的 Glumweblet的一个活动啊 这次我们活动请了戴若顾比 11月24号 听起来很遥远 大概也就是两个多月前 那么在那场讲座上呢 我们去了差不多300多人吧 我们讲了很多的内容啊 其中我的部分呢 很快的给大家再过一下 主要呢 就是四部分啊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有排队的股价能腾飞 所以呢一会我给大家看 带着大家过一遍啊 就是说我当时推荐这些股票 到目前的一个表现情况 有些涨了 有些跌了 原因是什么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大行情 大机遇和大震荡 以及史无前例的疯狂 我相信大家到现在就明显感觉到了 史无前例的疯狂 到底是什么含义 就是说市场上的资金太多了 但是呢 这些资金不会去做实业 不会去开饭店啊 以前前两年 去19年和18年 我还在批评 就开奶茶店了 现在奶茶店都没得开了 大家现在清一色的 这个大街上都没有人 餐厅里都没有人 所以呢 这些资金啊 基本上最终都会涌向资本市场 因为资本市场 但凡进来了 很少有人会出去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财富的这天花板 就不再讲了 第四个呢 就是社会规律来赚钱 这个很 就不给大家再再重说了 就是说一个是耐克 耐克的投资呢 是指数和爆发式的一个增长 那么当时的价格是93啊 一会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价格 然后呢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一个红利的改变啊 还有一个负利率时代 以及我们最后对负利率时代的一个总结 就是说只要不出现天塌下来的事 股市一路上涨 那么美国股市呢 虽然在疫情发生之后啊 还下跌了一下 就中国最近的一个疫情 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看 美国其实发生的疫情 我感觉啊 比中国还要严重 至少伤亡啊 或者是受感染的人数 远远超过中国的目前的人数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个疫情 其实非常严重 但是呢 股市完全忽视了 一切的利空都变成利好 或者是被人完全无视 那么这个时代呢 就是非常疯狂的一个负利率时代 就这么简单 央行还再不停的放水 又放了几万亿几万亿的钱 都放到哪里去了 大家用屁股想一想都知道 就是说这个市场呢 会越来越疯狂 那么整体呢 今年的大选新兰还没有来 所以说我相信 如果新兰大选来了之后呢 奥远对纽远才会真正的走出 一波比较不错的行情 但是呢 原来我们预计到1.1 到1.13的位置呢 目前可能要下调到1.08 到1.10 原因很简单 因为疫情影响了铁旺石的进口 铁旺石的出口 sorry 好了 再跳一下 就是NNN 这个不说了 CSL也不说了 这个医药股啊 最近又受这一波行情的影响 涨得还是不错的 那么再往下的话 就是 贝拉美已经推市了 JNC农业 对吧 农业 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 另外呢 就是贸易搬用工 像Cose World Wolf 还有West Farmer Cose的这个股价呢 真的是 谁买谁 现在都在赚钱 因为一直在涨 还有阿里巴巴这些 美股就不说了 CJC呢 也是蔬菜农业类的 COE呢 是天然气类的 还有一个IEL呢 前段时间涨幅也非常不错 是教育类的 CCP呢 最近又创出历史新高了 所以说呢 这个股票还是不错的 像Afterpay也在创新高 但是CCP相比 Afterpay的炒作环境啊 它更稳健 因为它每年赚钱 都在16%和18%的一个增速增长 好了 我们就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 就是说市场表现 那么这些 之前我们推荐的 这些背后的一个逻辑 我们团队 现在的人都在这儿 有男有女啊 大家尽情来挑 那么 记忆情还未还未结束啊 在石油暴跌的一个环境下 亏损如何自救 其实这个呢 我自己也经常会面临 那么如果其实 持单量比较大啊 比方说 一天晚上昨天会浮亏 可能高达十几万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是怎么去自救 有没有办法 那么哪个国家更坚挺 其实呢 我们做投资来讲的话 现在一定要做全球化的投资者啊 千万不要盯着一个国家 一个行业的一个股票来看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现在澳元对人币跌破4.7 目前是4.69 中国和澳洲政府相关人员非常恐慌 因为如果再继续往下跌的话 那么中国人会继续来买澳洲的资产 那么对澳洲不利 人民币对美元呢 是跌破了7块钱 今天虽然又回来了一点啊 但这个都在预期内 因为大家知道疫情不好 对澳元是负面影响 对人民币也是负面影响 所以呢 大家如果在这场上没赚到钱 也无所谓 第四个呢 就是澳联储利润结益 那么先看最前面推荐的这个耐克啊 当时推荐的时候是93啊 现在最高是104 现在又回来了一些 大概是100块左右 然后呢 这个呢 是JNC 农业股啊 推荐的时候是8块2 走了一个V型啊 或者是一个U型 又回来了 这个股上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么这个呢 是Worlds啊 现在略高啊 这个是最整齐的COS 11块1毛5推荐的 深来之比 但是我早就卖了 拿不住啊 我也不相信 有很多人能够COS 拿到现在 很少数的 我目前知道的 有两位客户 拿的时间比较长 拿到了现在 那么目前已经是16块8了 从11块1涨到16块8 基本上50%啊 今年把钱赚到了 阿里巴巴也是上涨了 190到现在210 CJC呢 这个走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是小 开始抬头了 这种抬头的股票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是 当时推荐的时候 到现在也没涨 但是呢 在12月和1月初的时候啊 从5毛钱涨到6毛钱 涨幅非常高 因为它价格便宜 很多人喜欢做这个小额股票 或者仙股啊 可以考虑考虑这个 基本上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低 然后呢 这个是IEL刚刚说的那个教育类行业 那么最高的时候 从11月底24号 我们推荐到1月20号啊 最高是涨到了20多块钱 但是呢 框框框啊 随着疫情的来临 那么教育行业 IEL呢 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留学生 过来找他辅导英语 或者是他帮留学生过来找学校之类的 就是搞这个教育的 那么从20块钱跌到16块 所以呢 我们知道受到影响负面的 就是航空旅游啊 餐饮 然后还有包括教育类的啊 跨国教育类的这些 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就是这次的疫情 CCP呢 就是收债的啊 收高利贷的啊 那么目前呢 是创出了历史新高 涨到36块钱 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啊 这个 我觉得长期来看的话 还不上钱的人会越来越多啊 那么这家公司呢 会越来越越 他的资产呢 会越来越值钱 啊 就是我们说经济周期 呃 好的时候 有一些股票是涨 那么这种股票呢 是经济周期不好的时候 他股价涨啊 所以说是逆经济周期的 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Afterpay呢 也是逆经济周期的 有这样一点因素在里面 那么这个呢 就是总结一下 在去年啊 19年的一整年的市场回报啊 纳斯达克上涨是32.93% 到目前也没怎么回调啊 所以呢 我们选股票投资啊 一定要选最有潜力的那个国家 那个板块 或者是选那个个股啊 最有潜力的在全球范围里面去选 所以呢 我们如果是啊 出生在了美国啊 大家假设或者是我们移民到了美国 那我们在去年的回报 肯定是比咱们在澳洲要高 因为澳洲的平均回报是20.88% 高了12.9% 接近啊 12% 差不多高了12%的回报 平均回报啊 这是 那么如果我们在中国就比较惨了 只有17% 如果在香港 去年大家都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发生了很多起不好的事情 那么最后呢只上涨了4%啊 4.4% 所以呢 在哪一个市场里面去做投资 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啊 从小呢 我们就希望给孩子啊 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咱们作为长辈 就希望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啊 就希望他去私校 很简单啊 你私校可能考进比方说top one啊 Tier one的高校啊 或者是大学 可能有32.93%的人能考进去 但是呢 公校啊 或者排名比较靠后的学校 那么只有4.46%的人能考进去 所以对吧 所以说我们把孩子想往私校里送 那么做投资的时候 我们大家也要考虑这一点 纳斯达克呢 目前就是私校 那么澳洲的这个 XS200呢 就是澳洲比较优质的公校 那么中国啊 就可能是中国比较好一点的学校 那么香港呢 可能就是啊 去年的表现非常差 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大家都不想去的 就是比较专科的学校 所以呢这个市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后面有个叫波动率啊 波动率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如果我们做日内交易 或者做一个星期的交易 我们都要有一个值叫做VAR 这个呢是做专业金融 必须要考虑的叫风险值 VAR 那波动率呢 是计算VAR的其中一部分 那么中国China50呢 波动率是3.57% 也就是说呢 在一天中啊 它有多大的一个概率 比方说66.67%的概率 波幅超过3.57% 那么在纳斯达克 只有0.8%的概率 sorry 66.7%的概率呢 波幅呢 是小于0.8% 那么澳洲呢 是波幅更小啊 只有0.52% 所以呢市场很平淡 意味着风险很低 所以呢作为成熟的投资者来讲 我们大部分的资金呢 还是要放在 0.8%啊 0.76% 1% 0.52% 0.7%的位置啊 尽量不要放在 3.57%这样的一个波幅 可能我们今天赚了5% 明天我们就亏5% 对吧 因为它的波动实在是太大了 并且每天的振幅很快 那么这个呢 就是波动率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呢 在新兴发展经济体中啊 或者是 跟发达国家来比的话 它整个金融市场的一个稳定性 还是不太行 尤其是我们看这次疫情 很明显 中国跌了2000点 跌幅很大 像之前有这个非洲 有埃博拉病毒 还有美国 现在也是有疫情 很严重 比中国还严重 但是呢 金融市场抵抗力是相当之好 美国基本上没怎么跌 当年埃博拉病毒 非洲股票下跌的时候呢 也就跌了百分之四点几 但是呢 中国是跌了接近百分之二十 所以呢 这个市场的稳定性 还是很重要的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PPT的内容 我们再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好像没有啊 非常成功啊 有这个什么 我看一下啊 傍日看涨和澳联储的一个声明简介 傍日看涨 长期看涨的话 那么就是英镑上涨了 然后日元下跌 日元下跌的话 其实就是黄金下跌了 看好经济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日元的走势 因为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去分开看的 那么好了 美元上涨 日元下跌 那我们再看一下澳日 我还是用这个看吧 因为我如果我们是要做这个决策啊 下单的时候很简单 我们需要点一下鼠标就行 但是下单之前的决策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澳元 英镑对日元啊 这个到底有没有必要长期持有 所以呢 首先我们找到了相相关的产品啊 就是英镑 然后呢 再找又日元 好了 再找傍日 非常的混乱啊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那么英镑和傍日的波幅呢 在什么情况下 它的波动幅度会快于英镑 大家看一下 它不是同步的 发现了没有 在这段时间啊 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12月26号 那么傍日的下跌速度呢 是非常快的 然后呢 橙色的是每日 没怎么动 也就是说日元没动 但是呢 实际上是什么在动啊 是英镑在动 对不对 然后呢 之后我们再发现 哎 傍日在升 英镑在升啊 就是在这个位置升得很快 但是呢 再往后我们看 二者出现了分叉 对吧 英镑对美元在上涨 但是呢 傍日是在下跌的 好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谁影响更大 就是每日影响更大 对不对 这个力量非常强 一直拽着这个傍日往下走 那如果没有继续冲高的话 那么虽然英镑在涨 但是呢 傍日还是在下跌的 那么再往下看 哎 英镑回来了 那么傍日跌幅更快了 因为它是英镑对美元在跌啊 傍日在跌 对吧 每日也在跌 所以说呢 它的跌幅更快 那么就是大家这样分析之后呢 会发现啊 这也有交叉部分啊 它有交叉 会有离散 又交叉 又离散 那么目前又是交叉 那么之后呢 又是离散 傍日呢 不是一个主动的产品 大家发现了吧 就是说它是一个跟随的 那么这个时候跟随的话 我们就要判断两点 一个呢 就是傍美 一个呢 就是每日 判断两者呢 在之后的日子里面 哪一个会更强势 哪一个更强势 那么他们拆开了就很好判断了 那么一个就是英镑 一个就是日元 对吧 那么一个就是英国 一个就是日本 因为傍日和这傍日 它其实是把美元给抵消了 美元我们就美国就不需要太多的去考虑了 啊 虽然会有一些汇率上转换 但是无关不是很重要 那么就看英国和日本 所以呢英国和日本 我们就要看谁的经济更好 那么日本目前受到中国的一个 这个问题的冲击 显然是更大的 那么国际上的避险情绪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就要看一下三个产品 一个是日元 一个是瑞朗 一个是黄金 啊 那么看这三个产品 目前呢 到底是哪个更强 看完之后啊 假设 未朗更强 啊 那么日元 最弱 就证明日元 现在已经不再计为 避险产品了 或者是在日本目前受到冲击的一个环境下 日元的避险属性已经大打折扣 那么日元的之后还是要跌的 所以呢 傍日呢 现在应该是涨幅比较大啊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找到傍日 嗯 今天的涨幅就比较大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其实要判断呢 就非常的简单啊 就是说 大家把这些产品的相关性 掌控好 然后呢 去找一个谁前谁后的一个顺序 那如果说我们再看一下 那么傍日的一个日线图 缩小一点 就会发现 它其实走势都非常的平稳 对吧 波动非常小 那目前呢 就是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 非常稳稳渐渐的 稳稳当当的 那么目前这个趋势 短期内不会被打破 因为目前我们刚刚也说了 日元是比较偏弱的 因为它这个避险属性目前降低 那么英国呢 相对于日本 从国家对于这次疫情的角度来讲的话 英国受到的冲击相对更小一点 但是呢 我们看为什么傍日最近还是稍微几天跌了一跌 就是因为日元还是存在避险性的 所以呢 英镑对日元也是有所回落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呢 大家基本上自己熟悉了之后 再加上英国现在脱欧了嘛 上周是31号脱欧之后又涨了一下 那么目前的话 基本上问题不是特别大 所以呢 如果我们拿中长线的话 就跟刚刚那个A50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们就是沿着这条线 不停的去持有就行 只要它不跌破红线啊 就OK了 没问题 如果是跌破的话 我们其实呢 就止损止损离场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一个操作 目前 哇 有人发了很很专业的一长串啊 看到黄金预测模型 是基于当日各参数的close值 但是请问这样的模型 可以预测未来吗 还是说 只要看预测值高于实际值的差值 如果预测值高于实际值 即可买涨反之即买跌 是这样的操作呢 其实有很多操作啊 刚刚的这个模型是非常初级的一个模型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模型上去演测 它本身蕴含的是一套机器学习 就是说 机器学习呢 它会把每天的参数啊 收盘开盘价格 不停的去 反复去演算 然后其实就求一个最优解了 那么得出这个最优解呢 就是今天可能发生的一个 价格 那么它和实际价格之间呢 肯定会有一个偏差 那么这个偏差呢 我们刚刚也讲了 最终呢 如果模型没问题 最终会趋于零 也就是说 现在可能是实际值大于 预测值大于五块钱 可能过几天是反过来 实际值小于预测值五块钱 那么从正五到负五之间 它会经过一个零值 那这个时候呢 零值就是我们获利离场的一个基本情况 或者说呢 当它到零的时候 我们反向展开交易也是可以的 它这个是提供了一个方向啊 如果是我们预测值 比方说还有一个就是 今天假设黄金涨到1600块 但是实际值呢 一直在1550 但是呢预测值连续五天 一直都在1600块 还在往上涨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之后 肯定是澳洲的这个黄金 或者国际黄金价格 还是要跟涨的 所以说它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果我们的模型 数据时间越长 参数的权重越精准 那它的这个准确度 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我们是在用人脑不停的学习 后来呢 我们就到后半场 我们就交给机器去学习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每日的一个短期趋势 美元对日元 没找到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基本上到了九点啊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每日 每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最近一直都是这种小区间震荡 很好做呀 就是这种小区间震荡的时候呢 是比较好做的 因为中国人有个习惯啊 就是说太高了不敢追涨 然后想要做 想要 做空 太低的话 也不敢做空 想要追涨 就是抄底嘛 中国人喜欢抄底 然后呢 在顶部给他打下来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 做区间交易的一个感觉 我相信 所有人画的话 都会这么画的 那么目前的话 每日其实走势 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也不会有特别大的问题 现在美元强一些 前两两天 疫情比较严重嘛 这两天都在反弹 那么从日前级别上的话 每日从昨天开始反弹 那么石油的话 慢一点 从今天开始反弹 所以呢 还是有相关性在的 如果是疫情继续恶化的话 那么日元继续涨 每日再跌回来 其实呢 从技术层面上 参考来讲的话 我们很多人问石油 能不能抄底 其实我们看每日就行了 因为日元 也有一定必减属性嘛 虽然它在减弱 或者黄金我们做空 对吧 刚刚也给大家看了 为什么做空 那么它到了 关键阻力位的时候呢 就会引发资金的一个裂变 资金裂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每日到了支撑位 黄金到了阻力位 那么股票指数到了支撑位 对吧 各国股市都有回调 都到了支撑位 那么就开始回升 那么这样的一个回升的力量 会比方说 指数带着黄金下跌 对吧 回升 那么日元呢 也是跟着指数 同样的一个方向去走 那么最终的石油价格 也会被拉上来的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的 就是说它 就是对于 我们市场参与者 我们要知道 大玩家是怎么玩的 像那些机构 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就是看哪一个是龙头吗 都是跟龙头的 所以呢 我们要找到最 事情的一个起因 看哪个是主导因素 然后找到这个产品 去研究它就可以了 对 这个算法的话 大家在网上学 那么目前我们的这些算法呢 都是公司内部的一些资料 目前呢 我们正在和澳洲的一家 自动交易公司叫 Tradingville 不是Tradingville 我给搞错了 我们和他在合作 所以呢 在不久之后啊 如果是大家还想学习一下 这方面的一个信息的话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 解释一下 那么目前的话 我们的后台系统还没有做好 到时候做好会给大家看的 那么如果是学习的话 大家其实呢 在中国的这些知网里面啊 就是各大论坛啊 都可以去看 有很多的文章 都是免费的 非常好 最好的就是拿别人的成果 我们来用嘛 别人经过这些实践之后 我们去拿一些小资金 去验证一下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再次感谢大家今天晚上 那么下本周四晚上呢 是由Coco给大家讲解 主要是股票方面的 如果是做外汇的 大家就可以下周 再来听这个网课 所以我们现在是每周二 每周四都有 今天人非常多啊 超出预想 所以说呢 非常感谢大家 那么祝大家晚安 投资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准还是很 kommun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